不要被诱惑,开口吞毒耳 种物不要误入陷阱 人类不要再杀生来养生 生命更是愿命持久 不断出妄言 人类不要再杀生 人类不要再杀生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今天做这个 最大叫做如意好事洗年年 洗乐年,洗年年 什么洗什么年都可以 都是欢喜的一年 总而言之 所以大家一定要快乐的 我们今天做这个 菜也是很简单 做起来也是好做 但是又很好吃 这个叫做复杂简单化 我们做得很简单 很好吃,你一定要看 要学哦 在这里,我们的食材在这里 汤包 这是满现成的汤包 也很棒 哪里叫娃娃菜 娃娃菜是包心白菜的小版的 我们就看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娃娃菜 然后牛番茄 大家也知道 牛番茄是为什么那么红 那么颜色,那么漂亮 就是在阳光照射下 长大的番茄才会这么漂亮 这么红 那就是葱草花 有人说东葱下葱的花 其实它是一种菌类 非常好的菌类 菌类的菇 然后就是姜片 就这样而已啊 调味也是很好找 你看梁藕粉 鲜菇粉 盐 就这样就很好的 所以你一定会做 我们一定要做 你会觉得说 哇,我怎么那么厉害 你一定会做到 好,我们今天要来请到郭老师 郭老师请 郭老师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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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真的 我就看到你在进步 我就很开心 我每次教学看 我们 现在已经是老师了 我们一起在教学 我就看到人家学习 很快乐,对不对 哇,看到人家从 你看这次教学 台中来的 宜蘭来的 新店来的 中和来 伴交来的 哇,如果来自五路 贵中 贵女 我们一定要更努力去做 我们为了推动素食 我们一定要打拼 对不对 一起加油 一起打拼 好,请郭老师示范一下 那我们先来处理 这个娃娃菜 对 娃娃菜 已经有醒过了 因为你不要一夜一夜把 那不好 因为这本身就很干净 因为它很小 所以我们对切就可以了 对切就可以 来 真的 这娃娃菜真的很棒 很嫩 很嫩 而且真的 现在很流行这种娃娃菜 这种 本来是我们外型的 才能吃这种 我们台湾人比较难说 什么 山东白 娃娃菜 比较不会做 对 所以 一定要看清楚 来 可以了 好,OK 水滚了 先烫娃娃菜 那有人要烫了以后呢 要去泡冷水 比较 颜色不会变 那我想我们是自己吃的 我想不用 不用 不用 不要这样也要麻烦 是 我们就直接这样做就好了 来 好,把它倒进去 可以了 那你拿个夹子过来 很快就OK了 你要让它比较光泽 可以加一点油 可以加一点点的油 好 加一点点油 或是加一点点的白醋 这样也是可以 一滴滴就好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夹子拿过来 这样就很快 烫得马上就好 这道菜非常快就做好了 好 你再切姜片 比较快 我们这道菜 应该像这样讲来讲 不要十分钟就搞定了 所以一定要学的 大家看清楚 这么简单 又这么好做 那他现在郭老师在切的是姜片 姜片很简单 姜片就爆香一下就可以了 提味一下就可以了 提味一下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来示范一下 因为我们 番茄 我们希望它能够有 比较喜气的颜色 然后多演化的颜色一点 然后还没有 我们先来示范那个 一个 切番茄 排盘的那个动作 对 看一下排盘的动作 天纯四开 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 对 我们都在学习 大家一起分享学习 怎么做排盘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 你看清楚 先去脂 去脂 脂去掉 然后呢 脂去掉 我们再比较 对 切两片就可以了 好 来 我们就把切好的都放在这边 好 来 超级简单又方便 好 那这样子切好以后呢 切好以后 这边有一个切好的 看盘子的大小 然后你就做成 这边已经切好排好了 你看看 那我们今天要做好 提前做好一些 对 就这样把它排盘 就一朵很漂亮的莲花 好 莲花 那这个 那个 然后再来我们要来 处理汤包 那汤包的话 我们 跟煮水饺一样 就是用水把它煮滚 煮熟 直接煮泡汤也可以 你把它先爆香 爆浆 放油爆浆 就直接爆香 好 调味好 把汤包放下去 那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比较快 好 这个已经好了 这我们不要再泡冷水 我们就直接排盘就好了 大家也知道 你要怎么排盘都随便你 你自己 觉得怎么样排盘都都可以了 随便你看你要怎么排 每个人排盘 你自己想办法 排出自己最喜欢的图案 炒一炒 怎么炒 排盘 我来这边弄排盘 就很简单就可以做好一盘 很漂亮的菜 而且又很好吃 好 这样大家都会做 你看我们 不到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做那么多 那我们姜爆好以后呢 我们只是要它的味道 对 为了要比较可以没关键 我们就把爆好的姜 可以 好 就可以了 可以加水了 不用捞起来 直接就好了 好 对 先放汁下去 拿一个来 放汁下去 放水下去就好了 我们任何食物都不要 都不要浪费 你看看 世界缺少食物的那么多 是 我们尽量 我们不会浪费 多一点 我们一定都要 多一点 发挥它的功能 对 可以吃的东西 你看 我们可以吃的东西 尽量都不要浪费掉 我们好好的来利用它 让大家都 真的食物 现在食物缺少的那么多 好 你把它打开大火 好 这排排是 你爱怎么排都可以 看你自己 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 这种排排方式 好 先换好 好 再把汤 汤包放下去煮 好 好 来 我们把汤包另外 跟煮水饺一样 来煮 来 这个 好 这个多了 来 好 可以那个瓢子 好 来 把汤包 好 调味 好 没关系 得不到瓢子 我们就倒一点水下去 水太少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调味 好 来 调味的话 是盐 还有香菇粉 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式 还有 这个是要调茄汁的 多一点点 那么多菜要多一点 我们做今天这个茄汁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称为琉璃茄 多一点点 不客服 好 然后把那个冬虫 让葱草花 葱草花的那个 等一下 先把这个放下去煮 好 这个就是 汤 汤饺 汤饺 放下去 直接放下去煮就可以 那你有时间你可以用蒸的 用电锅蒸一蒸再把它放进来也可以 你直接煮面啊做什么 你把这个汤饺放进去面里面煮 都可以都非常的好吃又非常的方便又快 那你可以吃到一个很棒的食材 再加一点点水 不然汤饺太少水煮不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芡汁就差不多可以勾芡 所以我们要等那个汤包要煮熟 然后再把它拿起来排好盘 然后再来勾芡 再淋上芡汁这样子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先等那个汤包熟一下 OK 没关系 好 不要煮得太烂 来 来 给我 用夹子 用夹子比较好 来 比较安全 来 给我 你把那个倒进去了 是 来 你爱怎么排盘是随便的 你自己爱怎么排盘 你就看着你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排盘方式都可以 好 你看看 这样 哇 那边脆脆呢 这盘是什么 很脆脆呢 对不对 而且很简单 对不对 大家也要走 我想 电视 看电视的人都会做的才对 应该这么简单 这么好做 来 好 OK 你就好了 好 好 就很热闹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勾芡 对 这个放下去 因为我们 虫草花放下去 不要放下去 因为虫草花先放进去 颜色就变深了 就变黑色 对 好 那我们也可以先勾完芡 再把虫草花放进去 这样就颜色不会太暗 对 放下去 勾芡放下去 这样大家都会做 来 勾芡可以了吧 对 慢慢的 那你做好的时候 你可以放一点香油 颜色比较漂亮 是 慢慢加 好 不要加太多 好 好 那这样子让虫草花的颜色提出来 也可以 金黄色的也很漂亮 这个勾芡好像太少了 再加一点点 再加一点 好 这样这一道已经快完成了 这一道 很简单的菜 来 好 再来 好 可以 好 淋上去 要把全部的地方都淋上 对 好 淋上去 好 好 来 好 这样子把虫草花捏在上面就好了 这样子也不要太多 是 好 可以了 那把虫草花里面捞起来 虫草花看起来就觉得说 虫草花看起来就觉得说 非常的名贵 大家都知道虫草花是 金黄色的 金黄色又漂亮又贵 很喜气 对 好 好 加个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对 OK 好 这一盘 这一盘好事 如意好事 好 年年喜 喜年年爱 喜年年 你看看 如意好事 喜年年 祝福大家 好事 喜年年 祝福大家 好事 非常地 12.50 习外交 新年年 自旅行 大菜都做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换后一点甜点 那甜点我自己来做 你们看看好做 而且吃那个甜甜的觉得 最常觉得有个圆满的结束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甜点 请看这里 这个是新鲜的白木耳 这个是新鲜的白木耳 买新鲜的不是买那种干的 那个干的要煮很久 这个煮不要10分钟就OK了 这是新鲜白木耳 好然后呢 这个是手工汤圆 这是手工汤圆 过年吃个甜甜的汤圆是蛮好的 那这个叫做桃椒 什么是桃椒呢 桃椒就是桃子树 所流出来的那个椒 好像橡胶什么叫做椒 它干掉了 泥固了就变了桃椒 这个是蛮贵的东西 而且椒子很多吃了这个堆 这个很好身体很好 所以这个是已经是买半成品的 它已经是泡过水的 所以它会这个是放下去 马上煮就可以了 就这三种煮在一起 然后就是一个冰糖 就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做出很好吃的一个 焕豆甜点 好来大家来看这里 好我们 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把这些白木耳 放下去煮 这个非常容易煮又非常快 白木耳放下去煮 然后呢因为这个新鲜白木耳煮十分钟绝对是够的 然后这个是桃椒 桃椒也可以放下去煮 这样很快 然后呢 这边煮呢 这边呢 你要的话也可以放一点龙眼干 会更好 这边水滚了 我们就来汆烫这个汤圆 过年来要吃一点甜甜的东西 这个是煮汤圆 就这样 非常的简单 又非常的好吃 营养又非常的好 桃椒不容易买到 桃椒不多 但是也 你一上网路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桃椒是什么 营养是什么都很好 就很简单的把桃椒 放在跟白木耳一起煮 你也可以放一点红枣 也可以放一点龙眼干 都很OK的 所以我想这个甜甜是最容易做 而且最容易取得的东西 那桃椒你买不到 你就买白 你就可以买那个龙眼干 龙眼干加下去也非常的好 这个是大家都能够很容易很容易取得的东西 每个家庭 谁都会做 而且时间又短 不要花你很多的时间来做 做一个 做这一大甜点 你看 我们花了点个三分钟 就差不多OK了 好 那你煮汤圆怎么样看熟了没有 只要上煮面 浮上来就是 这个汤圆熟了 我们直接象征这个不要煮太多 因为人不多煮太多的话不好 然后呢 这个汤圆只要它看它浮起来 你看有的已经在浮起来了 这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非常的好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 可以先把糖加下去 好 我们因为这样速度比较快 我们先把糖 那糖要加多少呢 看你自己 你想要甜一点 你又多加一点 你不想甜一点 你又加少一点 所以这个糖是随便你自己加的数量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OK 这个都糊起来了 你看看很快吧 好 来 我们可以把这些来捞过来 把这个汤圆 汤圆捞过来 放在这个白目里面 上去 那你假如说你自己有加那个 熔眼干 或者什么 你可以汤圆汆烫以后 煮起来以后 给它焖一下 为什么 因为汤圆煮过的话 它难免 这个 就煮所以里面会没有什么甜度 所以你将汤圆放在这里面滚一下的话 会把那个所有的汤 这个 汤汁都吸到里面进去 所以会更好吃 比如说 这个有熔眼干的甜味 或者是说 桃椒的 其他味道都能够 焖一下大概十分钟 里面大概通通能够 让整个汤圆的味道又不一样 就孔洁的 所以这个 这样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又非常的好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台 桃椒汤圆 这样就去完成了 很简单 就是关掉火 就把它烙起来 这样就OK了 有够快把这个甜汤 大家做起来忽端不会很重 又快 又快又好吃 吃饱饭吃一点甜汤 我想这是 大家都很爱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起来做 做这个桃椒汤圆 白木耳 这个 我们起名字叫什么 桃李 桃李天下庆团圆 因为有圆的 大家过年的期望 起一些吉祥话 吉祥的那种菜名 所以大家把它叫做 桃李天下庆团圆 这道菜已经OK了 你看大家都会做吧 好 这道菜就这样 已经完成了 好 这一碗我们叫做 桃李天下庆团圆 也就是白木耳 加桃酱 加汤圆 加冰糖 这样就可以做成 好吃的甜点 请大家这样一定要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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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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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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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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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啊 这个痛苦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房子就变成佛的地方 就是说有一个房子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有鬼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有鬼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他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去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 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浊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说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转化成